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幕失落不已 为了安慰自己 凤姐就在工厂里翻出了一条绳子做鞦韆找乐子 没想到这条绳子大有来头 在十年前有只恶鬼到处害人 为了解决此事 男主带着众人用这条绳子在恶灵树上吊死了恶鬼 结果由于凤姐的误打误撞 十年前附在绳子上的恶鬼再次被放了出来 当晚经过恶灵树的一个孕妇就在恶鬼的手下惨死 而工厂里的工人听闻消息后纷纷辞职罢工 之后恶鬼更是偷偷的附身在了四个女生中的一人身上 很快工厂开始有人遇害 大家只好请了一个大师过来帮忙驱鬼 但是恶鬼非常猖狂 根本不怕装神弄鬼的大师 在恶鬼的示威下 众人驾得四处逃跑 恶鬼也趁乱利用女主附身当幼儿杀掉了保安 第二天 一身是血的女主回到了工厂 完全忘记了昨晚的事 为了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男主打算通过催眠让女主回忆起之前的事 结果不催眠不要紧 一催眠就催出了女主的第二人格 第二人格与主人格完全相反 主人格的女主温柔内敛 而第二人格完全是个叛逆张狂的小太妹 接着不顾男主的想法 第二人格还拿出了女主钱包里男主的相片作为证据 借此机会向男主表达了爱慕之情 随后两人开车和凤姐一起返回了工厂 途中凤姐的鞋子不小心掉在了路边 到了工厂 女主又恢复了主人格 晚饭过后 为了确定四个女学生当中到底谁是恶鬼 大师把四个人关进了一个笼子里 并且让女主作为诱饵引鬼出动 然而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女主就是恶鬼 大师眼看情况不对 不顾一切的上前和恶鬼厮杀 结果由于恶鬼实力太强 大师只能被吊打 最后大师决定换个策略 用十年前的方法再次将恶鬼送走 接着几个人来到了恶鬼休息的恶灵树附近 趁着恶鬼打瞌睡 大师偷偷的爬到树上 准备再次勒死恶鬼 没想到猪队友动静太大 中途吵醒了恶鬼 恶鬼拼命地挣扎 并释放幻境试图迷惑众人 但是大师一眼就看穿了恶鬼的诡计 最后在众人齐心协力下 终于有惊无险地把恶鬼封印在了恶灵树里 没想到不甘心的恶鬼却顺着地表层附身到了另一边的凤姐身上 凤姐醒来后露出了獠牙靠近了熟睡的男主 男主被惊醒后看到凤姐的样子一下就认出了恶鬼 对于十年前的事 男主真诚地和恶鬼道了歉 并且表示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希望恶鬼能放下一切转世投胎 最后恶鬼听进去了男主的话 放过凤姐后就离开了 一段时间后 大家的实习期也将结束 结果在临终告别的时候 女主无意间说出了凤姐掉鞋子的事 这句话让女主露了馅 原来女主根本没有什么第二人格 只是为了和男主告白 同时又保住自己的面子 女主才撒谎扮演了第二人格 并且故意事后装作不知情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